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便携式X射线检查系统 便携式X射线检查系统是基于数字成像技术的便携无损检测设备 本系统对可疑包裹、行李等进行不开封检查 通过显示屏可快速、准确地判断出被测物品的内部结构 我们一起来认识设备结构 首先介绍采集仪 它包括图像采集区 首期WiFi连接 无线收发 电源开关 风鸣器 指示灯 网络接口 电源输入 电池盖 S射线源包括钥匙电源开关、射线升关提示、无线接收、S射线发射源孔、中电接口、电源指示灯、故障指示灯、固定旋转、固定支架、控制设备工作操作电脑 以下学习基本操作 步骤人 Outfall 教育定了 3. 游客转发射人 创 以下学习世界内部 长按采集仪电源开关2秒左右 绿色电源指示灯、常 laut S射线源与采集仪摆放距离在1.2米到1.7米 S射线源突出的S射线发射源口与采集仪的夹位置 偏移角度不超过15度 S射线源与采集仪面板中心偏移小于5厘米 官员与电脑操作距离为20米到30米之间 步骤三 手动连接Security Scan网络 Wi-Fi密码为1234567890123 步骤四 启动电脑桌面SRY Mobile软件 输入用户名ADMIM 密码为12345登录 进入软件查看各设备电池是否充足 进入设备控制菜单 测试硬件官员马达控制是否正常 点击校正键 听到一声后等待校正完成 完成后请勿移动设备 将需要扫描的包裹放至S射线源与采集仪之间 且尽量靠近采集仪侧 而后点击软件界面 打开射线源 等待扫描包裹完成即可 状态显示区显示此提示 即可进入下次扫描 步骤五 使用完成后 可选择退出或快捷键 Ctrl加1可退出系统 随后电脑关机 关闭S射线源 采集仪 收拾完成即可 图像识别与处理 软件主界面分别有 采集系统控制键 菜单键 实时状态净示显示区 网络连接状态 采集仪S射线源电量区 实时图像判断区 图像处理功能区 实时图像显示区 本公司安检机图像颜色呈现 橙色 绿色 蓝色 黑色 橙色代表有机物 主要成分为青 淡 碳 绿的物质 例如水 肥皂 汽油 衣物 塑料 玻璃等物质 蓝色代表无机物 主要成分为铁 铜 银等金属物质 例如武器 反真武器 金属刀具 枪支 剪刀等 绿色代表混合物 主要成分为钠 硅 铃 铃 柳等物质 例如火药 爆炸物质 喷雾等化工材料 黑色代表窗普透体 主要为较厚的物质 点击图像处理按钮 界面同步转化 根据安检机的成像特点 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 远近决定大小 二 角度决定形状 三 成分决定颜色 放置包裹时根据个人需求调整即可 为方便用户使用及日常问题处理 以下为常见问题与处理方法 问题一 当按下S射线采集仪 或S射线源无法开机时 处理方法为 为设备充电 直到电源充满即可 问题二 当S射线源和采集仪都已正常通电开机 电脑无法连接上采集仪WiFi时 处理方法 步骤一 检查采集仪的天线是否已装上并紧固 步骤二 打开Windows防火墙 检查防火墙是否已打开 如打开请关闭 步骤三 手动连接Security Scan网络 连接完成 重新登录即可 问题三 打开软件界面 实时状态显示区显示 正在登录设备提示 此时检查采集仪是否已开机 牵线是否已正常连接 重启软件即可 问题四 当软件界面出现软件注册界面 请联系售后获取注册文件 选择对应文件 点击注册按钮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